欢迎收看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今天透过镜头带您到苗栗公馆 这里的农特产是紫苏 有独特的香气还能够去腥味 也很养生 客庄妈妈喜欢把它拿来入菜 早年的日本人也都很爱从公馆进口紫苏 今天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独特香气的紫苏鸭口味如何 青年过后开始采收的紫苏最鲜嫩 紫苏达人林前明种植紫苏二十年 说起紫苏滔滔不绝 比较嫩比较红的 红的比较嫩 除了客庄妈妈喜欢用紫苏入菜之外 早期公馆的紫苏大多都是外销日本 因为日本人认为紫苏是养生保健的好食材 紫苏的那个姜味比较重 还有那个颜色比较漂亮 知名度响叮当 因为用来灌溉的厚龙溪水质纯净 而土壤含有矿物质 再加上有机栽种 所以公馆的紫苏品质一等一 因为没有啥农药 才会长一些小种 紫苏入菜也是客家庄的招牌 今天公馆知名的客家餐厅 要教大家做紫苏鸭 材料有葱 辣椒 姜跟蒜 再把处理好的鸭肉切成条状 就可以下锅做料理 你太熟的话 那肉会会色色的 100度的油锅先把鸭肉炸到8分熟 再把备好的辛香料爆香 跟炸好的鸭肉一起放入快炒 接着用在地最新鲜的紫苏调味 不但添香也增色 最后加入胡椒 米酒和蚝油 大功告成了 在炒 比如说我们炒车鸭肉 鸭肉有腥味嘛 同时把它腥味压过去 紫苏吃东西会比较开胃 紫苏鱼片也很爽口 把紫苏 糖跟醋做成酱汁 再准备一些紫苏梅 接着把鸟鱼片沾粉油炸 炸到金黄色再起锅 炸起来就像这样金黄色这样 配上特调的紫苏酱汁 这一道紫苏料理真的香能开胃 紫苏梅它本身就酸酸的 我们还有再加一点那个糖醋 糖醋汁下去 两种混合下去煮 都比较酸的一样 对 紫苏香气浓不常拿来做主角 但是当配角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让美味佳肴增添独特风味 许自客庄天地的香气 凝结紫苏片片不抢系的天然味 让热油洗礼过的佳肴 去油腻有层次 尝一口有难忘的感动时刻